从7月1号起,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又将发生诸多变化,不同领域的购买力有所下降,长期性部分失业机制开始实施,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改变许多人的生活,煤气价格微调0.3%。 从7月份起,法国能源供应商昂士一公司的煤气价格比6月下调0.3%,此前6月份的价格已经下降了2.8%,而在过去18个月中,煤气价格总共下降了25.5%。 香烟再度涨价,作为惯例,许多品牌香烟的价格再次上涨,例如Gamman Shift单包价格上涨0.2欧元,达到9.8欧,部分失业分两种。 从7月1号起,此前运行的部分失业将分为常规性和长期性两种模式,其中后一种主要针对受疫情冲击严重,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期的行业。 在长期性部分失业这一机制下,政府将补贴员工净收入的84%,但需要企业或行业分支签署一项集体协议,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同员工和工会进行内部协商。 就目前而言,常规性和长期性两种模式差别不大,但从10月1号起,对员工来说,后者将更有优势。 需要注意的是,对家庭员工而言,部分失业机制并没有变化。 此前从3月到6月间,即便他们的职业活动暂时减少甚至终止,仍然能得到一份特别收入。 失业补助增加0.4%。 在失业保险方面,最低补助标准、失业补助金和失业基金培训最低标准都比此前上浮0.4%。 这项变化涉及到大约92%的失业补助金额领取者,约300万人。 巴黎房租设立新上限。 对于巴黎的租户来说,从7月1号到2021年6月30号这一年内,房租上限也有所变动。 但根据地段、建筑年代、房间数量和家具配置等各有不同。 详情需查阅巴黎警局所发布的通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